你好,我是高允老师 看影片之前请先按订阅 按赞,分享影片 并开启小铃铛 多多支持老师,感谢你哦 13日在台东近海 发生5.3级地震 老师恐将被打脸 有现实又产生变卦 真的是天意难测 变化随时有啊 大家好,我是高玉玲老师 我们今天要来聊台东近海地震预言 这次台东近海的地震 发生在11月13日早上9点多 老师一经演艺曲瓜后 得到四颗卦 卦翼咬合之相 太极空间得到刺口 卦翼麻绳自负身 老师看了卦象后 深感不妙 觉得之前的预测 恐怕在这次选项之后 要被打脸了 这次的变卦牵扯到南北串脸 急受瞩目的选区 你投票日算没几天就不直接讲明 一样用隐喻的方式让大家自行解码 前段时间有一出热播的韩剧 再说自闭症的人成为顶尖律师的剧情 叫非常律师 老师就用这一出韩剧来连结 如下 黑的非常律师语音型 红的非常律师语音精 请大家在自行解读 你可以保持沉默 但是你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成堂正共 无法代表老师的立场 知道了 另外一点一横长 两下有两人 一人在外说嘴 一人在里吞泪 这位候选人要小心 如果日后果真顺利当选 在前面的一年 不仅无法专心试证 更恐将会遭受到更大的冲撞 可能达到身心俱疲 无以复加的等级 不过只要能撑过这非常时期 未来的成就 恐将有望飞黄藤达到碳为官职 无以复加的境界 再用挂项解读其他的状况 国内部分 北台湾持续注意火元素的灾难 甚至医药传染疾病 食安中毒等问题要注意 南台湾需注意 街头暴力交通类的灾难 及绑架辱人事件 还有民怨事件发酵 国际部分要注意 欧洲陆地战事扩大 地中海黑海的海战爆炸 恐伤及无辜 还有南美洲 非洲中东等地 包括大西洋 印度洋 阿拉伯海等海域 注意海盗事件猖獗 轮船被挟持 或船人事件发生 甚至有些国家地区发生内战 动乱等冲突事件 还有粮食短缺造成的死亡灾害 通货膨胀的金融危机等议题 欧洲 北美也要注意 东亚注意体育界发生丑闻 性侵事件 或水产养殖渔业 海洋发生污染 食物中毒事件 网络太空卫星断讯等意外 另一种可能就是水灾的灾情 好 以上是透过股智慧分析 请在自行提升价值判断 仅供参考 如果喜欢老师的分析 请多支持订阅 按赞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如果喜欢老师 想与老师联络 请扫描QR Code 再私讯老师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